嘿嘿嘿,又聊四季,田野東京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緬甸人對上兇人 這場比賽是天氣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看一下紅方是選擇了緬甸 那緬甸最大的特色呢 是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所以他上封建時代不需要點一級目 那城堡時代也不用點二級目 從頭到尾,木頭的量都是蠻充足的 那緬甸人呢,他的後期打法呢 是比較適合打這個飛鏢騎兵 還有騎兵的部分,像什麼大洛馬 但是他的騎兵重裝騎士 是沒有到這麼有影響力的 那通常的緬甸人會打一個飛鏢騎兵 或是大象流 還有這個步兵的 這個雙手劍兵跟劍兵勇士 因為主要還有這個疾兵 最主要是因為緬甸的步兵單位呢 每身一個實彈 這個步兵攻擊力多會多加一的關係 所以緬甸人的後期的步兵 還是垃圾兵來說 攻擊力算很高的疾兵 連阿茲特克人的這個槍兵路線 都沒有像緬甸人這麼的有感 畢竟阿茲特克是只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但是緬甸人呢,他是有疾兵 然後又有這個步兵傷害加成 所以到了後期 他是滿難產的一個垃圾兵路線 緬甸人呢,他的攻兵性是不太能打的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強弩之外也沒有母之外 而且攻兵開架只有一反而已 所以你即使出戰毛兵去打也很容易打輸對手 所以通常都要是靠自己的這個金罐 曼尼普爾騎兵 像好像變贏罐了吧 那騎兵可以對攻兵造成加五傷害力 這個能力讓他出這個大落馬 去砍對方騎兵 去砍攻兵的時候就會非常好用 那緬甸除了之外呢 這個僧侶這樣也是相當厲害 他的僧侶科技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在前期 就可以很早點出475 反制對方的這個攻城器 我們俗稱的救贖思想 那緬甸人也可以打大象 所以其實緬甸人的戰術來說 也算是非常多元化了 沒有到那種完全不能打的地步 但比較值得一提示他沒有火槍 所以也沒辦法出攻兵火槍不行 但是他有火炮 所以後期火炮也是可以打 在競技場來說也是不差的一個選擇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色 藍色是匈奴人 那匈奴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這個八折馬弓 馬弓的這個價格非常便宜 那城堡實在是九折 那他由於不用蓋房子的關係 所以人口一開始是200人口 那省下的木頭呢 還有這個建築共食建 就會變成他的經濟加成 那以匈奴人來說 他雖然沒有其他的額外經濟加成 但是光不用蓋房子這件事情 其實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跟這個採集 建築共用時間 他去做採集的話 其實經濟加成還算是不錯的 那匈奴人後期的巨型投資機 是對手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因為匈奴人本身天生 這不是匈奴 叫匈奴人 匈奴人本身的巨型投資機 是有加30%的巨型投資機的命中率 所以到了後期 這個巨頭通常在互拆對方城堡的時候 匈奴人可以優先拆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做一個反制 並不用去跟對方互拆城堡 有點這樣子 可能CP值比較差一點 那後期的打法呢 比較偏向於打遊俠馬攻路線 再來就是打這個垃圾兵這個擊兵 也是比較長線的匈奴玩法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地圖 匈奴人在下方有果子 黃金在上面 石頭在後方 那幕區算兩片而已 那如果要小圍來說的話也不是問題 這邊稍微圍過來 然後這邊就稍微圍一下 這邊圍死 後方這邊也是稍微圍一下 就可以圍好了 這裡圍一下 那其實圍小的話 不用太多資源 就可以圍得安全 而且有一定的領土可以使用 而且重要的礦產資源都在裡面 所以也可以考慮喔 稍微再圍大一點點也可以 那匈奴人來說 這張地圖應該只有50分吧 還不到幾個 如果要幾個的話 至少這邊還有再一片幕區 這邊可能再一片幕區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就來看一下緬甸人這邊 那緬甸人的果子樹 是在下方 黃金在上面 石頭在左邊 看起來匈奴人 不是凶人 這個緬甸人喔 果子在下方還算不錯 黃金在上方 這就意味著喔 他前期跟中期 防守都是蠻吃力的 就不會說非常有優勢 一定要變成手勢喔 那如果要大圍的話 是比較好的 但是如果大圍要畫的資源成本 也是非常大 因為他這個木頭的間距喔 有點廣 所以這裡要圍到底的話 然後這邊再圍 這裡再圍 那勢必喔 這一塊區域喔 是 緬甸這邊喔 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就要看黑拉 待會要怎麼去做 這一塊區 這一塊區域的這個處理喔 這個處理是非常複雜的 因為你這個地區 不圍的話 又很容易對方一直入侵進來 但圍的話 又要耗費大量資源 這是相當棘手的事情 好 黑拉這邊 升到了空間時代 目前是補了八木 單伐牧場 那這邊有可能是要來打工兵喔 或者是直接轉刺猴 樹上刺猴 或者是直接圍死喔 目前看起來這個圍死 是有點困難的 他真的要圍死嗎 其實我有點看不太懂 好 這邊好像有點想要辦圍死喔 那先看一下兇人 希望這邊是打刺猴 刺猴路線沒問題 好 就這樣稍微小微一下 那這邊是打一個雙伐木 雙伐木都是四個人 然後是配到十個木頭 那這兩個也算不四 不算挖伐木的人 待會這個伐木的人 會拿去送田 所以嚴格上來說是八木 兩邊都是八木開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講 這個八木開喔 其實木頭吃會非常吃緊 建議還是補到十木 就是九木或十木 一個伐木場大概就五到四個人 這樣會讓你的經濟再更好一點點 好這邊聰明 要被打囉 趕快拉過去 第二隻石頭過來 做藍解應該沒有問題 兩隻槍兵過來回救 有機會可以守下來嗎 槍兵過來 只能選擇撤退 不能硬打 這邊硬打的話兩隻石頭損失掉 就沒有主動權喔 只要被戳到一下的話 刺猴就不能主動去攻擊對手 所以在前期的這個刺猴保留血量 是很重要的 雖然硬幻來說是有可能受得掉 但也有可能被對方一個 反擊成功喔 直接把自己的村民為死喔 造成沒辦法擊殺的問題 然後反正自己損失 許多的刺猴還有這個血量 造成的壓力不夠喔 就很難燒得到對手 到這邊戳到了 哇剛講完就被戳到一隻 而且這隻還戳到滿血了 這個傷害極大 全部都殘血掉了 那基本上這一波的攻勢 應該是抓不到任何的村民的 這上方這村民也有槍兵在防守 哇 黑拉這邊是果然選的所死嗎 因為他這邊太難尾了 偉大 這個是偉大才能尾死 這邊真的是 難解之體 但他沒想到 拉了三村還兩村的樣子 直接高速為死 然後要來上城堡時代 那緬甸人非常適合為死戰術 因為他在城堡時代的 飛鏢騎兵的優勢非常巨大 只要能順利到城堡時代的話 緬甸人的勝率就會大幅提升 好這裡還有很多洞 要不要補下 黑拉 哇這邊村民要被抓了 哎呀只能開打 槍兵結果被拉走 趕快回救一下 這邊村民先開打 當然有上方是槍兵喔 有槍兵的話 就可以稍微先過來救一下 OK 那趕快再回去圍一下 這隻刺猴想要回來繼續打 這裡的攻防戰很刺激 趕快圍死 OK那這邊的刺猴 就來到四隻 在黑拉家裡面鬧 這邊待會也可以考慮再補一下 這裡比較遠 如果這邊硬打起來的話 可能會很容易被打出一個洞 那這個地方的話 至少村民喔 靠近距離是比較快一點 還有這裡 那我覺得左邊只有木牆的話 還是稍微有點危險 看要再補兩個房子 把這個木牆再稍微加強一下 好這邊有沒有打算要加強木頭 好三隻村民 被爆打一波 殘血往後拉 把自己圍死 刺猴直接倒地 我們村民繼續追逐 但是打進去了 哎呀 最後還是砍死了這隻村民 最後 兇人拿到兩隻村民的擊殺 不得了 這個兩村 是有點小賺喔 好那黑拉這邊是點下了緬甸的射箭場 可能是要出毛兵吧 出攻兵系不太靠譜 怎麼會有點微小 出攻兵系的話 還是他有什麼特殊想法 什麼緬甸人拿馬功 緬甸人馬功戰術 是我看過 非常的慘 他只有安息人戰術 但是沒有拇指環 後期的射速實在太慢了 雖然三級射也有化學 但什麼 怎麼講呢 這個緬甸人喔 打馬功喔 真的是一個奇葩 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黑拉這邊怎麼打 可以工兵出來 槍兵去探路 看到工兵都已經出來了 這裡可能要趕快轉一下毛兵喔 這邊工兵按個一隻之後就不出了 趕快按毛兵 結果這邊刺頭還是損失掉了 家裡妹的刺頭中解乾淨 現在壓力回到正面 但是不是往上走還行 這個距離的話 應該可以輕鬆守住 反正補一個四級 或者是城門都可以 這邊繼續拖時間 兵人這邊先點下二級射 然後再補下一個 會死喔 這個不能硬蓋 這應該會死掉 待會再補一個馬功 直接前線投石車 再來 2GDI這邊沒有打算讓對手 就是可以爽農出移動城堡 那黑拉的應對方式 是選擇了投石車 跟修道院的對應方式 那這個對應方式相當好 投石車可以打對方衝車啊 投車都可以 還有工兵也行 那修道院部分呢 則是去客製對手的 投石車單位 甚至騎士也可以 好這邊打出一個洞來 尷尬囉 最後還是被打爆了 好 被打進來這個洞 黑拉會有點難受 後面這邊也沒法補城堡中心 這邊有點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這五隻村民該去哪了 好工兵直接站在修道院附近 生魚一出來的話 就有可能會擊殺 但看到投石車只能先撤退 這個投石車出來的相當即時 好生魚可以出來 但這邊還是要小心喔 對方的工兵騷擾 哇這邊就還有個洞 騎士從那個洞 鑽了過來 這邊想要應招 卡位能招得到嗎 有機會 再一下 哎呀 他居然被對手跑掉了 好這裡趕快補一個城堡中心 這五隻村民終於找到事情做了 好但這裡有點危險喔 這個再 如果讓UZI再回頭就會看到 好投石炸一發 好騎士在後面 隨時都可以做一個反制 但是也有生魚 好那現在黑拉有與鑽金的關係 所以475現在點不下 算是半價喔 只要兩百多黃金就夠了 好這邊小心 投石車 炸個一發 鋪頭 但是這邊是高低 高打低 兌換成功 哇這五隻村民直接蠶死 應該是跑不掉了 哇這邊UZI打得非常漂亮 前期的這個應戰喔 打得非常好 OK 殘血的刺頭直接打掉 投車再炸一發 攻兵想要過來點奴兵 但是被騎士砍到殘血 後面毛兵就去出出 但是由於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點戰毛兵 所以還是處於毛兵狀態喔 可能也不會點了 好投石車一發沒有砸到 看是要被換掉了 赤猴收工程器非常快速 四隻毛兵 喔四隻奴兵再走過來 好投射 這時候UZI家已經點下了自己的 第二棟城鎮中心 看到黑拉開農 自己也稍微農一下 補下了彈道學 哇 UZI這一波打法 算是打得非常有殺傷力喔 騎兵加奴兵的 一直連環combo 後方還有這個工程器喔 一直瘋狂往前送 這個讓黑拉來說 壓力是非常大 但是我想再過個五分鐘 應該就會比較容易擋下來了 因為主要是緬甸人的 這個修道院的價格 太便宜了 然後就展出什麼 宗教狂樂神聖思想 之類的單位喔 招牆工程器是相當快的 還有騎士喔 這個成功率就大幅提升了 招牆的成功率 這個可能被點掉 因為有彈道學 非常準 這個毛兵繼續追 這三隻工兵 投資車 這邊會有點危險 騎士會直接過來 現在後方沒有生旅 這邊趕快收村 我要拉一村修理一下 直接互換掉嗎 可以 這裡換掉投資車跟騎士 對於黑亞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弩兵繼續牙齒過來 哇 彈道學之後非常準 又射掉了黑亞的一隻村民 後面毛兵居然要被換掉了 因為弩兵有這個射程優勢 一直打帶跑 終於有換完的跡象 而且對方有彈道學 再一發 哎呀 結果最後兩隻奴兵死去 好 這邊生旅一出來也是被射掉 現在黑亞這邊經濟其實有點小小受傷囉 但這個洞一直沒有補起來 有點小小的尷尬 但也不知道有什麼機會可以補 因為只有這個工兵在門口堵著 還有工程器 好 那這時候補下三個承認中心 UZZI 經濟越來越好了 但還沒有點下二級牧 二級牧 二級牧可能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好 生旅又再吐慘死 唉 生旅好慘 好 蓋了一台奴砲 稍微可以壓制一下 這個奴兵的騷擾 這一隻毛兵稍微控一下 躲下箭矢之後 再回打一下 可以嗎 單挑畫面 躲彈道學 唉呀 輸了 你叫我射成優勢喔 好 趕快拿一隻馬弓解決就好了 太遠 沒彈道學 又要被秀了嗎 高打敵很痛 沒有 血量優勢 笑我死 這個秀的很有趣喔 好 UZZI這邊轉出了馬弓了 但是這個馬弓還沒有點品種的關係 血量非常少 只有45滴血而已 跟這個工兵其實差不了多少 好 工兵的話 只有那少量的一點點血量 但是馬弓至少還有50 但品種再點下去的話 才會比較明顯增長 好 投車 預判一下 哇 預判成功了嗎 再一發 這個預判有機會 但是沒有想要選擇硬打 好 投車車直接往後拉 估計大家可能會來一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這台投石車 好 要不要拉個一村 有 那位女村民軍出發了 就來修投石車 好 UZZI這邊點下了輪軸技術 這邊非常關鍵的經濟科技喔 都有補下 那這邊就要看看有沒有補 哇 這邊也補了 兩邊都是稍微休息停戰的時候 就補經濟科技喔 這個相當細節 既然沒開戰 我們就開弓 欸 這個僧侶走過頭了 算了 又送掉一隻 好 弩砲喔 感覺 又要被換掉 好 那這邊有個蠻特別的現象 就是黑拉完全不想要點戰毛兵喔 他覺得可能戰毛真的太廢了 好 這邊是貫穿 挺舒服的 想要應招 生女抖動一下 最後被彈倒雪還是射死 上到了高地 想要做一波輸出 但只有毛兵還不是戰毛 很難擋得住這些馬弓 透子車再度過來繼續前壓 下方挖石頭的村民只能跑走 在外面再蓋一棟新的城鎮中心 這邊可以考慮買個100石頭 然後把這個正面 蓋一棟城堡 或是蓋這個位置也可以喔 後面用生女加透子車喔 稍微擋下 應該是有機會把這棟城堡蓋起來的 然後這裡沒有這樣打 可是選擇了正常的出生女加透子車 繼續硬扛 但透子車直接被騎士抓包 生女也沒有時間可以招響 哇 也沒有生女可以招喔 剛剛那隻生女怎麼不見了 被射死了 怎麼消失了 好 右邊這裡的村民偷偷偷出去蓋 這個透子車又砸到一發 大玩的 哇 這一把UZ在打得非常的壓制啊 還好這邊打得有點像viper的味道了 就是瘋狂的轉手圍攻 我就不跟你硬碰硬的 我就直接開農 然後盡可能保留自己的村民 然後一直農 我就不管你了 就用最少的兵力去守住你的攻勢 UZ在這邊基本上是 有點是 半動真格的 在騷擾的 兵基本上沒什麼再斷 但經濟也有在顧好 這就是高手之間的共同點 經濟 軍事 我全都要 但是黑牙這邊很明顯 分數是非常落後的 但分數落後並不代表輸贏 這個是CZ國的一個觀念 只能依據參考 這個參考也不是一定準 OK 燒搶到之後趕快收到城中心裡 騎士出來 655 石頭有了 城堡蓋拿了 如果可以的話蓋這邊是也不錯的選擇 但我覺得最好也是門面這裡 蓋門面會比較好 想要蓋 有沒有 這邊蠢蠢欲動 剛剛往右邊走可能也是想要去 但是看到太多騎士了 好 這邊應該有機會嗎 村民有點損傷的也有點太嚴重了 哇 砸自己村民 好慘 有被鼓仔啊 好 兩台偷子車 可能要送掉 引誘一下 村民繼續招響 炸掉一隻騎士 第二隻僧侶沒有再招響 可以守住這隻嗎 這個投資車 直接引修 修回來了 血量回來 OK 趕快按下自己的飛鏢騎兵喔 開始處理一下 可是飛鏢騎兵打馬公來說的話 只要不要被對方貼著打 不要被對方打帶跑的話 緬甸的這個飛鏢騎兵喔 其實是會被馬公拉扯的 所以這裡要考慮要不要出一下 如果是5號我會想要出喔 變成要自己的飛鏢騎兵數量夠多的情況 其實還是可以貼著馬公打的 UZD在這邊點下的跟蹤技術 待會可能還是要補一個攻擊力 上升一下 這個攻兵練甲 其實是稍微可以補 但這個時間點喔 通常也快要點到地龍時代 就要看UZD在這裡有沒有打算 要去挖石頭 然後點地王 前壓城堡巨頭開拆 給黑亞這邊最大的經濟壓力喔 這裡這一波燒得還不錯 這裡的成人中心算是孤立無援的 要過來防守是極度困難的 距離非常遙遠 結果城堡沒有出啊 沒有出這個飛鏢騎兵喔 這個沒想到沒有看到緬甸人的王牌 飛鏢 黑亞用一個最難守的方法 去守住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但是這裡就也不好說了喔 兩台沖車 加上待會可能會再出來的投石車 這個三台沖車喔 哇!漲了一發! 殘血! 這個頭車又賺到 這邊頭車過來 沖車感應上嗎? 頭車直接半血 頭車打沖車很痛的 好!神女趕快照一下 騎士衝得有點太前面 用頭子車靠回卡下位 照到三隻騎士才可以接受 頭子車臨死之前趕快砸衝車 村民出來趕快輸出一下 好繼續 要不要修一下 OK!輕騎兵只能解掉一台非常賺 後面照到三隻騎士 砍掉了非常多的馬功 UG進來這一波有點虧啊 頭子車過來再砸一發 兩隻隻手直接殘血 出來的村民再繼續修理 這邊村民不敢放出啊 因為要增加箭矢傷害 哇!結果這邊肉馬也全部送光 這隻騎士幫助到非常大的一個效果 哇!看起來UG進來這一波是大敗 黑拉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各種戰略讓他成功守住這個 城市中心喔 如果這個城市中心被衝著頂個一下 或兩下 這個裡面村民就不能射箭了 你等一下秀一下殘再繼續射 但沒想到就差那一下下 讓他可以無情輸出 城市中心 哇!這邊再吃到一發頭子車傷害 好痛 UG進來這邊血量非常殘 700血的馬功隊伍只剩349 只剩半血 這兩台刺頭過來 先射掉一隻殘血的 好啦!過來秀一下 OK!血量帶來回來 又送掉兩隻肉馬 這邊要蓋城堡的樣子喔 但這麼近蓋城堡 要顧勵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以隨時產衝車出來 但這個稍微拉一下距離 應該還可以接受 這樣就可以出一些頭子車 但後面反制衝車了 哇!這個頭子車又砸到了肉馬 黑拉這控兵還是非常亮眼 他的頭車跟我的頭車怎麼長得好像不太一樣 每次看黑拉這邊玩 都有這種感覺 我們玩的是同一款遊戲 真是蠻神奇的 黑拉的控兵依舊這麼的厲害 好!來看一下後方 這個經濟都已經發展好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農田代表在聚一殺 現在還是沒有看得出來 黑拉想要打什麼路線 這個騎兵卡 噢!升下去了嗎? 難道是要打大洛馬 還是要打大象呢? 洛馬部分也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這邊打洛馬沒什麼壓力 對手壓力很小 我覺得大象可能性會多一點點 因為洛馬不是黃金兵 黃金兵的話才有可能打得贏對手 但是緬甸人的大象遠防很高 遠防基本上是九防 直接去這樣計算就好 所以兇人如果升完重裝是十一攻 打大象也只有兩滴血 但兇人也有擊兵 但擊兵沒有防禦全滿 應該也還可以 那這邊待會有可能就是要 拼比這個配兵組成 好!這邊補下了一攻 好!這裡有少量的洛馬衝了進來 看到的是一隻僧侶 直接先砸了一發 雖然砸掉了自己的僧侶 但也沒關係 至少換掉兩隻洛馬 打你的村民直接產收 產到這個洛馬 屠殺到了十幾隻喔 這樣是1比27啊 這個殺敵數 差很多 好!投資車應該要掉個一兩台 欸!有一台都沒掉嗎? 呵呵! 三台都活下來 這邊趕快用投車稍微反制一下 這個距離應該是不會被城堡射到吧 唉唷!剛好極限距離 這個城堡蓋的位置非常巧妙 哇!直接砸掉!巨頭有點虧 好!馬功繼續給壓力 這邊點一下金瑞毛相夫了 OK!金瑞毛相夫補相 那緬甸待會再點一下這個相巧 這個增加大象的靜遠防各加一的效果 就可以讓大象再更坦了 他本身的大象就有這個靜遠防再加一喔 再點一下銀罐再加一 加一加一 等於是加二了 所以他緬甸人的大象 比一般的大象還要坦 雖然我覺得最坦的應該是緬甸 這個血量加成更有感 直接加一百滴血 好!金瑞毛相夫出來之後 肉馬跟馬功可能會有點難解決 好!但現在還是五防 五防的話很接受 好!現在變七防囉! 七防之後再神上去八防 金瑞毛相夫出來 好!大象出來之後 肉馬沒辦法扛住 但是自己的投資車全部送掉 右邊的兩台巨頭 可能會被大象直接衝擊 因為大象是不怕箭矢傷害的 城堡的也不是很怕 你看!被射有點癢 然後大象還可以繼續追巨頭 雖然巨頭跑得也算快 但大象是能追上的 好!下放了馬功 這波看能不能繼續燒得到 油漬家這邊是有點危險喔 看到大象的話趕快轉一下擊兵 好!點一下護衛技術 均勻開始補向 好!開始生中中長槍兵 他這個時間點出疾病來說還算可以 不會太晚應該是還來得及守住 因為通常看到大象的時候會猶豫不決 到底要不要出疾病這件事情 當然你一猶豫的時候就很容易被一波帶走 大象就是這麼難採的東西 你只要一猶豫對方大象數量疊起來 你就沒有機會去處理了 可能後方均勻要再補一下 他現在木頭太缺了 沒有木頭阿!補一下四級 買一下木頭 他要買木頭嗎?看一下 好!這裡蓋一棟城堡 擋下大象 黃金剩下四百 太不敢亂花 待會還要點一下攻擊力跟防禦力 好!真兵技術 好!最後賣了一點食物 好!這裡木頭有了 開始出疾病 好!真兵馬功再過來 又再一次騷擾到了黑亞的村民 黑亞這邊這次沒有想要討的意思 反正是直接拉大象過來擋 好!這邊大象 應該是能解掉了 疾病已經過來增援 好!那黑亞現在就比較麻煩了 大象的話遇到疾病是比較不能處理的 那如果繼續打下去的話 唉唷!他這邊已經修完了 這個銀罐是不是生了 喔!點一下重型奴炮 還加了一個化學 奴炮確實打馬功喔 配這個疾病 都有一個很好的傷害 但是就是怕火炮 但凶人沒有火炮的關係喔 所以如果真正的凶人要應付對方的奴炮的話 只能出投石車 或者是出巨型投石機做反制喔 那不管哪兩種選擇 都是學到大量黃金的喔 那就要看一下UZZ有沒有這個靈性 是招對方要出攻城氣系喔 那黑亞這邊的反制方法也很簡單喔 直接解下救贖思想 然後去用僧侶招對方攻城氣就可以了 例如招對方投石車 狙型投石機的話可是沒辦法 當然比較有少人喔 會拿這個凶人的狙型投石機喔 當火炮用 所以我覺得狙型投石機 可能是UZZI最好的選擇喔 反制奴炮的方法 不然就是要出一堆大落馬 去後面抓掉才有機會 那目前看起來 凶人這邊是不要再繼續出馬功比較好 直接轉出落馬 配疾病的垃圾兵打法 去消耗掉黑亞這邊的組成 會好一點 因為他這些黃金兵種 雖然打烙士兵也很強 但只要讓落馬直接包抄起來 這些奴炮還是有機會解得掉喔 正面擊兵喔 再去解這些大象 其實是有機會的 但是千萬不可以讓黑亞這邊 數量堆疊起來 很容易被一波帶走 黑亞這邊點出了一些落馬 做一下反擊 村民數下降到了118村 UZ在這邊打了160村戰術 村民一直按 沒有在停啦 這個經濟很好 覺得差不多該停的 該停一下村民了 村民太多了 好 奴炮數量越來越多 重石奴炮 有機會嗎 好 路馬走到了後方 這裡應該可以燒到一波 右邊這裡有幾隻大象 偷頂 好 回到正面 正面 馬弓還在出 不是吧 你這裡馬弓打誰都不太對喔 這個大象遠防久 然後 打奴炮也不是很痛 現在馬弓只有燒我的份 不太能當作主力了 好 這邊點一下了銀罐 果然金銀罐對調啦 那點一下這個科技 曼尼普爾騎兵之後呢 這個肉馬 還有這個大象騎乘單位 拿這個工兵喔 都有加5的傷害 我記得大象也可以吃得到 所以 但是應該不太可能 拿這個馬弓去扛大象 所以最主要這個科技喔 是要給肉馬用的 好 面電人這邊轉出了 四台軍銀投石機 直接攻城 那UZ在這邊 要把自己的村民稍微低一下 然後轉出 哇 這邊轉遊俠 遊俠有機會嗎 這裡不打工程器 這邊點一下了生鯉 往前走 這邊是不是在提防投石車 這邊是先拿一隻大象來補血 這裡大象的血量墊殘 這個縱起奴炮一直沒有空好 一直被城堡射到 這邊補下防衛劍塔 升級好了 待會UZ在這邊遊俠相當關鍵了 三攻也補下了 看了鐵人心要遊俠一波 遊俠正面對決 縱起奴炮 跟緬甸的大象 入死誰守呢 好 這邊 弩炮 省失了一些數量 好 三巨頭搞定 我吃四巨頭 好 留給UZ在這邊的時間並不多 雖然人口一直200人口 但 雖然遊俠雖然還不夠 這邊的村民可能要拿去送掉會比較好 或是自低也可以 好玩把這個人口騰控出來 加強自己的軍隊 好 村民沒有自低 反而是選擇到了左邊 繼續採集資源 好 這邊沒有控好 好 直接蒸發 這一大堆疾兵直接被串燒掉 哇 非常漂亮 很少看到奴炮變成 阻力了 還有這個大象 黑拉果然是頂尖選手 打出來這一波精彩的操作 這裡果然點下救贖思想 稍微防一下對方的投司車 而且還要點下一刷技術 但這些都是半價的 所以這個對於黑拉先生來說 壓力不會非常大 還算是蠻能輕鬆 點下的一個科技 好 正面繼續往前 結果遊俠 拉了少部分 到了對方家裡騷擾 這時候確實也是以奧些兵偷打 但正面來說 部隊的 這個體質 完全比不上黑拉這一波 這個4120 大家看這裡 這裡是12.4K 光是血量就是對方的三倍 UGJ這一波可能會打到頭破的血 好 這裡中有機會抓到後方 弩炮 弩炮後面被砍掉了幾台 好 但弩炮第一時間去打疾兵 疾兵直接被串燒掉 只剩下少量的兩三隻 活了下來 最後黑拉還有九台弩炮沒有被解掉 好 這是UGJ這一波已經打得非常漂亮了 後方大象直接補過來 大象還是沒辦法處理 36隻大象直接海淹了過來 UGJ這一波轉出了大肉碼 還有機會嗎 好 大象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雖然解決掉了非常多的弩炮數量 但後續的經濟能夠更得上來嗎 後面均勻有在補 有 好 這個遊俠不能撞大象 遊俠是打不贏大象的 哎呀 直接全部半殘 好 終於有機會抓到正面的弩炮 弩炮應該可以全部收掉 但收掉的同時 自己遊俠的部隊也是屍屍殆盡了 可能也沒救了 大象再繼續過來 雖然跟弩炮分離了隊伍 隊形已經全面潰敗 但是靠著單兵實力 這個大象是不需要團隊的 單幹型單位 遊俠 跟大象 直接打出了聚集 哇 這個沒想到 緬甸人轉出了這種漂亮的一波 兵種搭配 UGJ這邊打的其實也是很漂亮 但沒有辦法 這個投石車沒出來 就算出了投石車 也會被勝旅招走 所以UGJ這邊處理方式是非常複雜的 這個要真的解完 需要大量的弩兵之外 弩炮的問題要先解決 才可以讓擊兵上 像剛剛那一波 讓擊兵硬上 直接倒了一排 你看這個路徑上 都是擊兵的屍體 再來就是剛剛人口 一直在處於200人口 但是村民數來說還是有點過多 雖然後面還是減少了一些事 但村民減少的時候也是 黑拉打一波的時候 這個軍事跟村民同時下降 會造成這個軍力 會沒有辦法去補散的問題 好 那麼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由黑拉這邊拿下一些 雖然兇人前面有優勢非常大 但是到了中後期 黑拉這邊經濟越來越好 他這個命表 就大概贏了50005000 黃金贏了3000 總體看起來是稍微略勝UGJ這邊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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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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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